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莱斯 在美国当地时间20号指出 欧巴马计划明年4月访问亚洲国家 欧巴马原计划上个月访问印尼、文莱、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但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而取消行程 预计欧巴马将透过明年访问亚洲各国 重新巩固美国重视亚太地区的战略 受到日元贬值的激励 从今年1月到10月为止 到日本观光的外国游客人数多达866万人 根据统计 每位游客在日本的平均消费为11万7千日元 将近3万5千块台币 对低迷已久的日本经济 无疑是注入了一记强新增 距离日本东京1000公里远的小利园群岛西枝岛 最近在火山喷发之后 在附近形成一个直径约200公尺的新小岛 但日本官方证实不会对这座新小岛命名 媒体大和梅多与妻子邓文迪20号现身纽约的法院 告诉法官双方已经达成协议 结束14年婚姻 协议条款未公开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